不是全部 而是希望姓名跟手机这两个栏位 那几个做法 要不就是之前也有种做法 就直接干脆把这东西先塞到资料库里面 然后再用slate sicle语法 把其中两个栏位的资料再slate回来 可是这个地方会变成说你还要多一个步骤 先把它丢到资料库 再抓回来 好像似乎没有比较简单 那如果要比较简单的做法这样 第一个 你可能要思考 因为我read了之后它放在字串里面 那字串里面的话呢 它是这样 这个地方 它变成说 我就必须把它做切割 那切割的部分的话呢 它这边就会有逗点 可是问题来了 它一个read是整批全部帮我读进来 它没有帮我做分割 如果说你要比较好的方法 我是建议 你先用另外一个方法 用什么 用readerline 之前我们用过吧 readerline是读一行 它只会读第一行 那如果你要readerline 就readerline 有没有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要把它怎么样 全部先读进来 但是读的方法是 请你帮我一行一行一行 分割之后的读 然后它会帮我放在哪里呢 它会帮我放在这个里面 我把它改一个变数 我习惯用lis lis一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它读不会放在一个字串 而会放在一个串列里面 那意思就是把它print出来 各位看一下 print 那你会发现它是什么 它是帮我把这个东西 一行一行读 一个一个的帮我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一个一个的串列里面 一个一个的串列里面 但是这个应该可以看得懂这页 不过前面这个先略过 先不要管它 它有开头的东西 然后每一笔每一笔都放在串 也就是说它中间一定加一个斗点 然后并且一笔 一笔瑞克 然后里面你会发现它的结构一定是 一笔之跳 然后加 最后一定会有一个反斜线 跟你的拖一之言 一定是一个换行 所以如果你把它print出来的话 它会多一个换行 print的本身有个换 它又print出来 第一阶段我们就已经把它切割 就是每一笔资料切割 再来你可能还要再做第二件事 你要再把它的编号 姓名 生日等等的这些资料 再做切割 然后留下你要的那两个栏位就好了 可是要怎么做 第一个我们可能要改realize 会比较OK 但你想说 老师我可以用刚刚read来做 也可以 但是你要做一个spread 或者你要再做切割 可能我觉得没有realize来得简单 OK 第二件事情的话就是说 我要把它开起来之后 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我就逐一逐一的把它再print的出去 怎么样逐一逐一的print出去 就是我底下可以写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话我可以写一个for回圈 那for回圈的话我可以给一个变数 变数名称也许叫for light 这个叙数就是for each for each in 在哪一个呢 在这个串列里面的每一个 每一个东西然后后面加一个帽号 意思就是说帮我把这里面每一个 一笔彩刻一笔彩刻的一个就帮我把它读一个 然后就放到哪里放到light里面 所以他会读一个然后下一个下一个再读进来 下一个再知道没有为止就对 这个叫for each的叙数 每一个每一个 所以他会先第一个放第二个放第三个放 那可是你把一个一个读取之后的话做什么 也帮我把它print出去 所以print 那我把这个lightprint出来就好了 这个叫for each的叙数 for each 每一个全部都帮我读 那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你会发现它就会变成长这样子 输出了 我这个先不要print 这个串列就不用了 把它执行 那你会发现 他就会帮我把从头到尾 刚刚满像的 不过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换行 为什么 因为他每一个后面 刚刚有看到 每一个后面都有一个反斜线分 所以我们可以一个做法 干脆把后面的那个print那个换行 帮他拿掉 反正他已经有换行 我就不用再多加一个换行 OK 好 那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奇怪 你会想说 老师那这样不是跟刚刚结果一样吗 而且还多一行 感觉好像没有比较 没办法 因为我们主要是要切割里面 如果你是一个 串列的话 那就可以留下你要 怎么留下你要的 因为我现在是 把这个里面的所有东西 通通都把它 那如果说我只要其中的 这个栏跟这个栏的话 其实我前面讲过 串列可以加个中瓜 第几个 有没有 他比如说01234 那我只要第1个跟第4个的资料 那我就取出就好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它用Renalign改写一下 把它全部再print了 然后想想看 如果用这个方法 我怎么样逐一逐一的 就是只要姓名跟电话这两个栏位 接下来第一 就是我全部都输出了 不过我只要留下其中的两个栏位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做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做再切割的动作 因为如果我今天读这个资料 他会怎么样 他会把这个list里面的第一笔 先放在line 然后帮我把这个东西先输出 这个是第0个 第一个 第二个意思类推 那可是我要其中的东西 所以我要切割 那切割前面讲过 你可以用那个split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个forline in list1的下一行 可以再做一件事情 我先前面 先做一个 一个list1有了 叫list2好了 我习惯 等于什么呢 这个list2等于就是说 等于就是说 把刚刚的那个line这一行里面的东西 把它做切割 切割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用一个split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非常重要 蛮常用到的 逗点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 帮我把这一行里面的东西 按照逗点帮我把它切开来 切开来之后呢 它就放在一个串列里面的 叫list2 反正我的习惯 反正第一个1 第二个1 这样懒得再取一个名称 这样就比较简单 OK 然后呢 丢过来之后 它就分开来了 那分开来之后呢 那我如果要取得的其中的两栏 这两栏的话 它一定是切过来的话 一定是 它的编号 一定是0 1 2 3 4 那我刚好要是这一个跟这一个 不过4后面还有一个反斜线N 因为现在输出没看到 其实这后面有个换行 所以你要注意 它还是要把这个 要不就是你把那个反斜线换行拿掉 不要加这个 要不就是说你直接就把这个加上去 就是不用再换行就对 不用用print的话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print本身的东西 把它改一下 我要先输出什么 手机 所以就这个地方 手机的话 中瓜就是在第一个位置 加上 后面也许我在一个 给它一个逗点好了 做分割 然后再串接什么 再串接这个手机号码 手机号码的话 就是把这个拿来改 改成第四个 这样就OK了 然后我这边多一个加号 好 看得懂吧 OK 也就是我只要输出的是姓名 跟手机号码 其他的不要 不要帮我输出 那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 对 这边少一个加号 这样的话应该就OK了 把它执行给各位看 理论上的话应该 如果没意外的话 这个地方 姓名跟手机就出来 有没有 所以以后的话 当然我的习惯 就是说从外部过来的资料 可能你从网路上 网页上面要爬资料 爬过来的东西 其实不是全部都要 可能你只要某 某几篮而已 那你一定要先切割 那我的习惯就照这样 所以我的标准文化流程 所以不管写什么 大概都是这样子 应该很简单吧 很直觉的 所以我的习惯就这样写 当然如果你有更好的写法 你可以试试看 不过前提是要越精简越好 而且越好理解 你不要写一个很复杂的 虽然很厉害 很高干 但是记不起来 那又如何 后来发现真的太厉害的程式 如果别人写出来的 你记不起来 也许你就干脆用自己的方法写 我的习惯是这样 OK 因为毕竟不是你的 就不是你的 OK 你强求也强求不来 所以还是要 一定要慢慢培养 就是放下 OK 随时有时候真的 人不用太贪心 如果你放下之后 你生活就简单 简单的话 你才有多余的时间 做应该做的事情 人的野心不要太大 OK 不过我在讲程式 OK 不过真的 真的要把程式学好 还真的要把很多东西都放下 所以你的心有旁骛 一定学不好 真的 我觉得程式会有bug 就是你突然一个外部 有一个什么其他的干扰 所以尽量 就是不能干扰 所以有时候写程式 我老婆就觉得说 你在干嘛 你一直坐在那里干嘛 你都不理我 我怎么理你 我还可以一边写程式 一边跟你聊天吗 我如果可以这样的话 我也很希望 有人可以这样吗 当然不行 因为你没有写程式 应该整个就已经聚精会神了 对不对 你怎么可能还有余力 所以你很怕别人吵你 我刚才讲说 其实我不是不理你 我没有办法理你 我已经被这个给厚住了 我如果跟你讲话 我根本不知道 我写到哪里了 对不对 我可能又要从头再想 结果 那想到哪里 完蛋了 对不对 就没有一个连贯性 OK 所以其实也是一样 那我的习惯是反正我就照着我的这样的tempo 那我写出来应该就不会有问题 我也不用去debug 所以其实后来怎么写都觉得不太需要debug 对了一次就对了 没有什么好debug 除非说那些城市不是你的 你哪边贴过来 然后你那边看半天 还是不是你的 你怎么看都觉得不习惯 我最后我通通都把它砍掉 重新再来 我虽然可以参考它的逻辑架构 但是我可以重写过 写完之后发现 哇这确定是我的 因为在 就是有一个情感因素在里面 对因为我写过了 OK 好再来的话最后呢 如果你要把这边 把它改成 只留下前十个人 也说这边的话 当然上面有栏位名称算第一个 后面呢还要再加十个人 所以总共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写 我们现在写法是for each的写法 for each就是 全部的串列有几个 全部都输出几个 所以这边的话 你要把它改用什么 for I in range range的话告诉我要几个 所以for回圈 有两种叙述方法 一个是全部 就是这种写法 一个是我只要前面的几个 就是for I in range 前面写过那种方法 今天这个是for each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画面先往里边 这个都非常重要 这些东西如果你不熟的话 以后你更不要说你要处理一些资料库 或者网路爬虫 像网路爬虫最多就这样 你一定要学会这些 如果你不熟后面你要爬资料 这个根本不可能 如果你这些熟的话 再来就是了解那个网页上面的一些基本的结构 包含HTML5跟CSS3 然后呢在逐一抓到网页上 只要秀出来看得到东西 基本上都可以把它爬下 爬下来多半还是放在串列里面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刚刚的部分 就是直取姓名跟手机 这两个栏位该怎么做 好